大家好,我是新华社记者孙小雨 现在我所处的位置是黑龙江省伊兰仙境内 在这里,中国科学家发现了一个陨石坑 下面大家就请跟随我的镜头 一起去实地探访一下吧 7月29日,陨石学与行星科学一封面文章 发表了由中国科学院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 与奥地利维也纳大学的科学家联合撰写的研究成果 中国伊兰陨石坑撞击起源的证据 该成果探究了伊兰陨石坑的发现 及其主要地质特征,装机证据和形成历史 从空中覆盖,陨石坑的大部分坑源保存状态良好 但占总长度约三分之一的南部坑源缺失 该陨石坑的直径为1850米 坑源高出地表150米 其真实深度则达到579米 坑底下部充填有厚层的花岗岩碎片 伊兰陨石坑的形成 与一颗直径约100米的小行星 超高速撞击地表有关 这是一次极高强度的撞击事件 星球碰撞释放出的能量超过1000万吨 天梯炸药的爆炸当量 引发了一次威力巨大的爆炸 撞击冲击波将地表以下体积超过4亿立方米的花岗岩体 瞬间撕裂成碎片 并挖掘出一个巨大的碗形凹坑 研究结果表明 导致该陨石坑形成的星球撞击事件 发生在距今4.9万年前 是地球近10万年以来 发生的一次规模最大的撞击事件 专家表示 伊兰陨石坑的发现 不仅给中国行星科学的发展 提供了重要的科研和科普基地 更是拉近了人类与太空的距离